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这句话可不是吹的 不信你看 这河里看着不起眼的黑沙 竟然能够制作出坚硬无比的铁块 果不其然 当琥珀把千空带到村庄以后 村长就彻底爆发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这个天外来客 就在村长暴跳如雷的时候 琉璃的身体再次发生了状况 众目睽睽之下 他竟然直接晕倒了 村里所有人都为琉璃的身体感到担心的时候 千空正在想办法制造抗生素 这种文明社会里随处可见的硝烟药 在这个原始时代 简直就是万能神药 可是在这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制药的方法就显得格外的繁琐 而且需要大量的人手来帮忙 第一步 他们就是要寻找铁 可问题就是 在这个满是石器的森林里 他们根本找不到铁的来源 晚上千空仰望着星空 内心感慨万千 顺便还给罗克姆和琥珀 科普了一下北极星存在的意义 可在琥珀的提醒下 他突然发现 地球的中心轴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琥珀之所以能够注意到这些 正是因为中二少年 克罗姆之前无意中捡到的磁铁 看到磁铁后 千空简直兴奋地 要跪下感谢上帝了 这对于正需要找铁的 他们简直胜重下怀啊 于是千空带着琥珀和克罗姆 开始拿着磁铁在河里吸收铁粉 由于他们人少的缘故 所以干起活格外费力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带着西瓜头套的孩子游了过来 作为一个一直带着头套的小孩子 他也渴望别人需要他的帮助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来 你还别说 这个小西瓜干起活来还真不含糊 而后千空竟然在他们口中 听到了各种现代动漫中的名字 原来这一切都是琉璃告诉他们的 如此看来 这个琉璃还真是身份不一般 也让千空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制药的信念 当他们终于找到了足够的铁粉后 下一步就是把铁粉烧成铁 首先要把铁粉放入泥桶里 然后用制造出的简易鼓风机 不停地加入空气进去 直到加热到1500度 几个人疯狂地输入挥动着手臂 小西瓜都被累晕了 可经过一夜的努力 累得骨头都散架了的他们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显然 他们几个的力量太过渺小 如果真想制造出铁 还需要大家的帮忙 可是 现在村里人对千空都有防备心理 怎么样才能说服他们前来帮忙呢 突然 千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 现代最流行的贿赂人心 首先 他让小西瓜伪装起来 跑到村庄里 打听村里人们最想要的东西 虽然小西瓜看起来很弱 可八卦的本领还是有一手的 最终小西瓜带着八卦信息满载而归 美女三姐妹想要男朋友 贪吃的小胖西 希望得到好吃的美食 男朋友暂时是制造不出来的 不过美食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 还是so easy的 当他注意到小西瓜豆狗用的狗尾巴草时 心中瞬间就有了主意 天才到底是天才 他竟然带着众人 把狗尾草砍下来 捶出里面的种子 然后磨成粉状 做成了狗尾草拉面 这浓汤拉面对于千空来说 差强人意 可这原始社会中 这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啊 看着小西瓜他们吃到嘴里 想到要哭的表情 千空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 于是第二天 他推着一锅拉面 跑到村庄前面摆起了地摊 果然 村里的人们都被馋得直流口水 可是 村长是否会让村民们吃下 这个古怪少年的食物呢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集一起来揭晓吧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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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